他和电影间事不一样 比如说小时候学徒去录像去 那时候去唱戏啊录像 这句唱不合适 咱就唱了同路 就唱这一句 唱完了 回去他能接 几个声道 他能跟你接在一起 这舞台上不行 你说出去了 滚口 我们家滚口 说错了 怎么办 那就错了 怎么办 待会咱们再找不回来 可是在做演员 觉得心里都变 不舒服 下回我得好好说 下回这儿合适的 可能其他地方 又有那么一点 不合适的地方 回家死怂 包括这录音呢 回往都听 听不是说 哎呦 你觉得我说的多好 我这儿 啊拿我自己的优点 比比别人的缺点 不是那意思 找毛病 总怕对不起您 各位观众 实话说 说说评书 老来的观众知道 我说好几回了 绝对我反正 我这就不敢叫评书 没那么大能 那实话 不是矫情 哎 老先生做着工作 坐这儿呢 让您静静心 二一个给您答应解惑 先生 诗者传道授业解惑 上回我说过一小故事 小时候我听书的时候 老先生说的什么书呢 是这个三峡五义 你说高老板 高老师说这个三峡五义 说在这儿啊 这个训乡门的 这个就是使训乡啊 要训这个屋里这个 这个 哨部长女啊 采花道柳 啊 怎么淫贼 他这个训乡呢 您 您 长青书您知道啊 有各种形状 其中我们说的书 评书用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说这训乡这形状 跟小仙鹤似的 啊 小仙鹤前面有尖 您那会儿都是纸糊的窗户 您家里边讲究的 啊 用灵子糊上 哎 顺着窗户盆扎一小眼扎进去 把训乡点着了 一瞪着尾巴 这俩翅膀一糊山 一进风 哎 顺着这个嘴的眼 这训乡就出去了 哎 但是 熏这个训乡的时候 您应该给自个儿鼻子 这先得 堵上 要让您再抹点这个解药 这训乡不认人 那训乡里那回 都把您也训了 哎 这老先生那天说高兴 啊 跑着这底下 捏读前宗到了窗户底下 哪里训 点着了训乡 放箭好里面 送进去 窗户 他一在这里 想你玩 是把湖山湖山一动 训乡进去了 屋里这个就躺下了 说说他自个儿没留神 当家的休息一段时间 一点半拍出 啊 说了两点四五 老先生休息十五分钟 三点钟再开 然后再说到 大概三点半左右 这休息十五分钟 出下午 你老观众 每天都来 常听他讲这个 怎么使循乡 人家心里也知道 哎 老先生自个儿没缘 你看俩小纸鸟 得搁桌子上 这先生往这一坐去 一开桌子就知道 哦 忘了刚才 这这这没堵鼻子 把我也熏 所以说这舞台 就是说这舞台 对这个演员 他确实是非常大的 都没有吸引力 啊 争取的我们给你说好了 啊 有时候有个 崩瓜掉字的 哪又不合适 有的时候确实 干上演出 比如说 累点了 我们叫嘴不跟嘴 这脑子里想的 跟嘴里说的 他不是一个字 经常的 啊 有这时候 您多原谅 多淡的 我们争取了 您好好说 啊 学徒接着 给您说这段呢 啊 同龄出世 有朋友在微博里边 也私信问我 说这你为什么不贴 雍正剑侠图 我记得头两回 我说过一回 啊 为什么不这么贴 孩子那话 不是学徒谦虚 学徒没那么大能力 啊 精识不到 学艺不高 这不是我师父没能力 是我 这个确实 愚钝 啊 学的不是 多好 这雍正剑侠图 是一部大书 啊 啊这个书确实 呃跟三峡剑呐啊 这个书啊 确实都是比肩其命 而且在这个呃 我们这评书 这行业里边说起来 这都是非常难说的 有短打书 啊 短打书 你说这个 俩人插招换式 这个打在一块 三百多个回合 您听着不老好听的 似乎我里边给您加点动作 比如说 学徒 我还不是练过这个八国掌子啊 我也没练过什么刀 没练过剑 哎 咱们学习学习 跟老先生学习一下 跟这个练武造师问一问 哎 哪儿呢 咱们加一点进来 他好看也好听 您呢 直观上感觉 哦 好像是这么个动作 像不像 三分一样 但这书不好说 所以说学徒馆就 贴叫童林初试 准备说到哪儿呢 说到这个 哎 有打童林学艺 啊 到这个 出进雍王府 吴晓能京城 啊 这个 地谭惠二侠 啊 最后童林受陷害 攀官司 啊 出自杭州类 涨打铁铁鱼 乱瓦 瓦缠 双剑分双 双月分双剑 到最后北高峰 赫号带花 啊 封这个镇八方 紫面昆仑下 圣鹰 不是这个 童林这就算出事了 哎 江湖上有他在名号 我 学徒 我想是说到这儿 说到这儿呢 哎 观众朋友 您爱听 哎 美和您还来 咱就接着往下 学着这篇书 您要说 你这不灵 不灵 我富二爷子 咱那儿 别的说 咱讲你六个句 啊 这样吧 咱讲你 王志佛 你知道 也行 哎 就是 就是这意思 啊 咱们学着 就您往下说 哎 有上回来的朋友 也有没来的朋友 咱们一崩就三礼拜 这时间有点长 啊 这个简单的呢 把这书给您往回 说这么一点 哎 三两分钟 不担心时间 今天头一次来的朋友 哎 您也能知道 大概提前面的意思 童林学一下山 回家探访父母双亲 啊 父母染病在床 童林心情 也非常的悲痛 觉得自己 一定要干一番事业 啊 来奉两自己的二老 顶风冒雪 进了北京城 啊 走到这个 北城墙下 城墙街的东边 城墙街 现在还有郭子健 啊 东边 就是雍和宫 现在的雍和宫 当时还是这个 古山贝勒府 是这个 雍王爷的王府 啊 他还今觉到印针 雍王爷的王府 在这王府门前 避雪 啊 躲避风雪 天光放亮 王爷出来 看见 这门口的懒灯上 坐了一人 啊 一时的 问这谁啊 这是 彭宁一紧张 背着这钱搭里 掉地下 把这个自己的一股兵人 自不及找鸳鸯人 就掉到地上 王爷当时一看 这个带的凶器如丁城 在王府门前 那肯定是 飞奸地道 这就是歹人啊 啊 拆自己手下人 给他送的飞舞厅去了 啊 童林赶紧求饶 我这确实是大的练武之人 我这一时不变 我这在这个 您这个屋檐下背一背风雪 这四王爷喜欢练武 啊 喜欢练武的人 你听说这也得了 你就干脆在我这当着羹头吧 哎 你看童林运气不错 啊 在这当着羹头 当着羹头以后 一日两两日三 在这个王府里边寻羹下夜 这一日呢 正赶上童林 寻查到后院王爷的书房墙本 耳轮中就听到房顶上 房华嘎巴一响 童林在山上跟自己的老师 练武衣食无崽 那是姬思臣劝守夜的功夫 啊 耳朵好使 眼睛好使 耳听流露 眼观八方 所以说这个一清这事 知道肯定有歹人 啊 是偷啊 是道啊 还是这个路林当中的择扣啊 童林在底下说了句话 合字并肩字高个手 您得闻 丑吧 那个是果汁 在这儿啊 呃 混碗饭吃 您各位高个手 让我走 让过去 您上别的家 就完了 童林怎么想的呢 我本身 是个大羹 王府里有教师 有马师 他们负责保家护院 看家呀 葡萄拿贼呀 这是教师爷的事儿 我是耕夫 我只要到点 听着中国二楼 二经了三经了 我拿着耕竿子 我再给府里撞完了 把点打出来 我就算齐了 但是呢 童林一想自己 是个练府之人 我天天在这儿 打羹 打得哪天算一战 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 童林这才张嘴说话 说了这么句话之后 二房顶上的二人队 不再没走 飘身行下了要动手 上回书说的这儿 东乡王是一个 西乡王是一个 东乡王这位 看着 借着满天星斗月光 看着这位 似僧非僧 似道非道 不像河上也不像老道 他这个模样有点意思 这位怎么着 您说清朝那时候 您各位看电视看电影都知道 清朝前面提光 后面大便 扫当次一定领中全 就把这就只一把链子 这大明朝的时候 龙华包街 前面托过长 这位呢 托过少 佩産 老门儿 既离法姑 这法姑就类似于像什么呢 您看这个电视纪武松 带法姑 带他们一个 穿一身僧帽 这既不像河上也不像老道 像头头 我就说这个 带法修行 这样的头 这位一飘升 从坊上来下来 下来之后 从那闪目观光桥 这位腰里别的兵人 二尺四寸长 跟火块子 咱生过火过去知道 捅火那火块子 但是他这是四棱的 把火块子圆在这 他是四棱的 童林一看知道 这东西叫什么呢 叫三棱四棱河梅寺 您刚刚听高老师说 三下五一里边 这个蒋平 指的是三棱河梅寺 他这是四棱 也是河梅寺 蒋平那个可能是水中的冰刃 后边带皮玩手 怕在水里动手 怕这冰刃掉 三棱河梅寺 那是一十六啊 左右 这个厂二十次分厂 转到头里走 拿着轮尾四 七强防守在外 转了一把鬼头刀 二位下来 童林一看 我都跟您说着 您走着 您怎么还不走啊 您不走着呢 见不良或不及 都是练武的 举手不留心 太招不让 这方说不了 拿着鹅梅寺 这位 也不说话 捧着鹅梅寺 冲着童林就渣 前书学徒交代了 童林拿着一个 五尺多长的大竿子 大竹竿子 两边呢 用铁皮包着 这里边灌着水银 这竿子是干嘛使的 大精 拿着竿子往地上戳 二精 王俗里不能敲锅 不能打大帮子 太乱 这王俗次来了 冲着童林面门扎过来了 童林右脚一船 身子一歪 一转身 听我前面说的 您知道童林这个 练这个 八股掌脚底功夫好 而在山里边练这个 转大树 两棵大树 三棵大树 来回一段 脚底身法非常的快 一转身躲过去了 躲过头一招 躲过这招 边上那个 拿着尾头刀这边 呜 这招就过来了 从您一看 这是没啥头 一转身把这招躲过去 一边让了一招 这您要是会员武的 您要是董事的 您就别打了 就您这一边一下两位 不管说同时进招吧 上下差不了那么 就分分好好的 您都打不着了 您干脆走了就完了 这招还不成 这招头盒是冲的一招眼色 俩人一块 一左一右 痛着童林就来了 童林看着这盒上这个 这边还有点意思 看着这边这位 能变腰吗 怎么变腰 这里拿着招 童林在这儿呢 这里也朝这个 嘿 这这这这 这龙不深了呗 这家有点意思 合着这边 拿着这刺 冲童林上 这边鬼头刀 冲着童林来 童林想这会儿不能再让去了 往要这么一转身 一回身拿这大灯端子前头 冲着这合着前胸 噗就一炸 他这个峨眉四 二十四寸长 童林那大干子 五十来长 这就叫长见短 必有缓 短见长 移民王 您那家伙短 我的家伙爬 碰就点了 就那儿 冲着钢嗓 这吐吐 你看 一打二的木头一闪 嘴在肩板上 打肩板上 您总 您总 怎么同 您 多重 那您还带着路 一着火 出去 打完这个 回事 用这个 针子 一点这个 这个 这脚 几乎这脚 这二位 横着 这拿到这位 就出去了 这说起来 这热闹 那这二位跟着 你看 我一直打不了 俩人 我们俩事 啊 这 两人都是民门之后 哈 待会我告诉您 这二位是谁 我 你打羹子弄 你打铺杆子里头 哈 这就打起来 打起来以后 这二位 他真不是这手 打着打着 这头脚 就是 拿着俄门次 这一看 不吵 我打不过 他我走吧 这位 有点坏 您俩人一块 打仗 您走 您圆一声 跟那边叫一声 合自并肩 这封锦咱吵 哈 这 这都是江湖啊 哈 这 这这不对啊 这打过人 咱赶紧走 您这 不圆 还有 上方 哪 还回到鬼头刀上面 哎 人呐 你 行 你说一声呢 这打仗就怕 我不知道您怎么可以打过架 哈 别分神 你分神 拿着刀 人呐 童年一看 您这两下子 拿着刀子 叭 罩着这位胳膊一打 唐唐唐唐这刀子 刀子 一看刀刀子 这都快走过 一抬一抬 他也奔了 西西上方 好 童年一想 跑 哪这么容易就让你跑了 我得追你啊 这刀 在爹这么横着 童年左手 拿着这杆子 照着刀瓣一挑 飞起来 抓着刀瓣 抬腿要追的这么会儿功夫 童年 刀刀就觉得 后果刚才有点发凉 怎么呢 这时候冷静下来 刚一开始的时候 看那家贼 童年不知道 他是贼是当 本来不想拿他 刚才学徒说 打羹子 我什么了解 但是既然动手了 你们俩还不是对手 那怎么办呢 我把你们打了 刀掉地上 可拿着这口刀瓣都明白了 冷静下来 叫着自己的名字 童海川 童海川 别忘了 你是个耕夫 这个如果说让王爷知道 你童海川有这么好的功夫 这是其一 其二 你跟这个江湖上这些的人 如果说你是有染的话 我这个饭碗丢了 事小 我这向上人头不保 这最后的是谁啊 这是拔面 啊 叫半军如半虎 虽然说这个 现在 殷珍还不是雍正皇帝 那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那除了皇上爸爸 剩下就是他了 那还了得吗 这要是一行大罪打下我来 我活不了啊 同民家觉得 后面怎么能有点发亮 有点害怕 可是既然拿着的刀到这了怎么办 我不追 刀到我手 大竿子背这一块两只手 拿着竿子跟刀 回着自己的耕房 倒着耕房以后 把这刀 放在床 有个垫 放垫在里面 把耕竿子戳到墙边去 叫张老千 不是副耕头 张老千 一叫张老千老千起 哎咋在那儿 我还要接班 我不是 踏踏实实顺孝 今天晚上不用起来吧 扭回身 童林拿着自己这对子武器 找鸳鸯去 从耕房给他出来 出来干嘛来 他不放心 怕这两个贼二半头上再回来 童林围着前后耕道 围着王府 前前后后转了这么几圈 没有动 一跌了腰上房 站在房上 四下拢过关桥 没有什么动静 这一折腾这时候 天骄无虎 啊 第二头就快亮了 童林飘尸下来 回到自己的庚房 把这月 放在床边上 自己 也没脱衣服 合一而入 把贝尔拉过来 躺那儿的水 说的功务不大 天光荒亮 庚夫们就起床了 洗脸子刷牙子 这个漱口的吧 咋子得收拾自己 东西 四九 门开了 巴达连龙影 外面禁离人 耕夫一谈头 哎呦 何来呀 您几下您几下 来的这位是谁呀 是四王爷跟前的管家 二管家何吉 是个太监 按理说 按清朝组织说 王府里不能是太监 但这二位 何生何吉哥俩 这是康熙老婆 刺在四王爷 哎三王府里的 何吉来了之后 小崽子们 那个童头呢 还睡着 昨晚上还睡着 张老前也没敢说说 童林晚上折腾一宿 没让你直更 没敢说 在这睡着 何吉走到床边上 童林这时候脸朝外睡 耳朵听着他们说 何吉来了 一翻身 脸朝里 何吉过来 童谣童童童童 起来起来 快起来 都拍着你肩膀 叫你了 你就不能不起来了 童林这时候 哟 哎 好了 哎 哎 什么 哎 老爷有请 就这一句话 屋里这二十多根头 连童林 全愿 为什么 王爷有请 那年头 这个地位啊 那很重要 说这你王爷 那是 那是 国家的王爷 皇上的儿子 您童林 就算说您有再好的功夫 您是个大耕 说白了 您是草民一个 王爷跟您说个请字 那还了得呢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吴京 也没有说一王爷 跟一个草民老百姓说 请 好家伙 全愿 白了 请您了 白了 说请了 童林不敢不去 哎 你签不签 海川 跟着何吉 川房罗愿